欢迎收听由吉少居播讲的《论语朗读语》讲解 这段文字 古人的注解很明显 儒卑是一个人准备来看孔子 孔子说了一次假话 叫人跟他说今天生病了 没有出来见课 孔子学生中有个执事的人送课 在江出门的时候 孔子在里面拿起色拉坛 而且还唱歌 故意使儒卑听见 这段古人的注解 多半和朱熹先生的一样 认为这个人可能是由哪一点为孔子看不惯得罪了孔子 所以孔子不愿意见他 但是又明白地表示讨厌他 看不起他 所以等他出门的时候 故意唱起歌来 使他听见 让他知道孔子其实并没有生病 我的观念又和古人不同了 我认为孔子并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解释起来很费时间了 问题在孔子为什么要奏乐 唱歌给他听呢 假如像古人解释那样 为了使他晓得自己并没有生病 那么孔子在里面说一句话 或者叫一个学生的名字就可以了 何必奏乐唱歌呢 这个问题来了 关键就在前文说的天和炎灾 真正的学问并不一定需要讨论 甚至是不可以言喻的 这个道理研究起来够麻烦的 我的见解是如此 对与不对 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们一起探讨 那么这段书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引用别家的故事 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文学中有 文木稀相否这样的故事 木稀是桂花的一种 这是宋代文学家黄山谷的故事 他是学禅的 他老师就是宋代有名的会堂禅师 因为禅宗大师们的教育方法 是不立文字不用言语的 黄山谷跟他多年 似乎并无所得 有一天就问老师 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 透露一点消息 露一点缝 给他钻一钻 让他钻进去 会堂就问他 念过论语没有 这句话 现在我们来问年轻人 不算稀奇 但在当时来问黄山谷这样的人 是很不客气的 很难堪的 要晓得 古人考功名的本钱 就是四书五经 都是能够背诵的 会堂还问他念过没有 这给黄山谷的刺激是很大的 黄山谷答道 当然念过 会堂说 你念过论语 其中有 二三子 以我为隐乎 无乎隐乎耳 孔子说的话 你懂吗 会堂大师 引用了这句话 就等于说 我随时随地都在教你 无隐乎耳 你自己不懂 有什么办法 黄山谷还是茫然不懂 后来有一天 黄山谷站在老师旁边 会堂这位老和尚 看他在身侧 摆一摆袖子 镜子往山门外走去 这时正是秋天 一路上桂花盛开 会堂好像是赏花去了 黄山谷也是莫名其妙 只好在后面跟着走 会堂故作不知的样子 走了一阵以后 回过头来问黄山谷 闻木稀香否 闻到有木稀香的香味了吗 黄山谷答 闻 闻到了 这时会堂就瞪着眼睛 告诉他 二三子 无无隐乎耳 据说黄山谷因此恍然有所悟 而入了道 就是后来李学家说的 悟到了那个心性的本源 这是有名的一段谈话 事实上黄山谷的修养师名都很高 他与苏东坡他们几个人都蛮可怜的 遭遇王安史的种种打击 后来被贬折到贵州的乡下 相当于现在驱公所的小干事 在古代被贬折的大官 还要被人压借着去报道 等于是半个犯人 起居不自由 生活是很苦的 他在被借送的路上 才和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样 真懂了会堂老师的话 因此 对于所遭受的政治上的打击 环境上的打击 生活上的痛苦 都能够处之泰然 还在那里对地方做了很多友谊的事情 我们现在拿这个故事 来说明如悲见孔子 而孔子不见 故意取色而歌 就等于是一种不言之教 这是我对这段话的理解 我认为这是这一段书真正的意思所在 对与不对 我们一起探讨交流 感谢观看 请不能认为 今天的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观看 我们的词